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万国来朝四宜宾服 一直是古代衡量一个盛世的重要指标 翻开这卷 乾隆皇帝宁宫廷画家所画的黄金植贡图 会发现不但有仙罗 俄罗斯等周边邻国 还有荷兰 英吉利 法兰西等欧洲国家的人物画像 这是因为从15世纪到17世纪 是世界史中的大航海时代 随着迪亚市发现好望角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 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沿着新航路 带着对新殖民地的渴望和对未知世界的向往 漂洋过海来到东方这片神秘的土地 根据史书记载 公元1792年 英王乔治三世派出一个史无前例 规模庞大的使团 从英国普斯茅斯港乘着早朝出发 驶向大清帝国 那么远道而来的英国人究竟为何而来 他们精心准备的礼物 又是如何吊足了乾隆帝的胃口 作家 京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张弘杰 带我们走进乾隆还原历史 探究他的成功与失败 敬请收看成败论乾隆下部第八集 来寇门的英国人 截止到上一集 我们大致讲了乾隆一朝 从集圣转为衰落的过程 那么以前我们讲的都是内政 内政和外交是国家治理不可偏废的两面 如果是不讲外交的话 我们对乾隆一朝的了解就不够全面 所以从这集开始 我们讲一下乾隆朝的外交有什么成功和失败之处 切入点就是乾隆晚年的马加尔尼访华事件 乾隆57年也就是公元1792年秋天 梁广总督郭世勋给乾隆送来一封紧急奏折 说有个叫英吉利的国家想要前来进步 在奏折后面 郭世勋还附了一个所谓的英国驻广州的商业总管 一个叫百灵的人 写的一篇禀文 这篇禀文呢 他的这个当时的汉文一本呢 内容是这样 他说 英吉利国总头目 管理贸易士百灵 锦承天朝大人 恭请君安 我本国国王 闻得天朝大皇帝 八巡大万寿 本国未曾着人 进京扣住万寿 我国王心中十分不安 金本国王命本国官员 功辅国大臣 马嘎尔尼 开往天津 倘邀天朝大皇帝赏见此人 我国王已十分欢喜 包管英吉利国人 与天朝国人永远相好 请注意 这里头所说的这个马嘎尔尼啊 就是后来我们要说的马嘎尔尼 这两个名字的区别呢 一个是旁边都加了一个口字边 一个呢 没有 在外国人的人名或者是国名边上呢 加一个口字边或者是犬字边呢 是清代翻译的一个惯例 这个呢 当然反映了当时的一种傲慢的文化心态 那么回过头来 我们说丙文 乾隆看了这道丙文呢 非常高兴 因为丙文的语气是非常之公顺 对吧 你看前两年 乾隆八十大寿 英国人呢 知道这晚了 英国国王心中呢 居然就十分不安 今年呢 就巴巴的赶着过来 给皇帝过生日 如果是皇帝赏脸 见此人 英国国王呢 心中呢 就会感觉十分欢喜 看来这个英吉利国呀 真是一个非常懂得礼数的国家 另外呢 英吉利国这个名字 乾隆以前呢 没听过 现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将要前来给他进贡 这就意味着大兴的蜀国名单上 将要登天一个新的名字 讲到这儿呢 乾隆就更高兴 那么英国我们知道 现在的全称呢 叫大不列颠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在当时呢 爱尔兰南部还没独立 所以当时英国国王的全称呢 叫大不列颠国王 及爱尔兰国王 当时的英国国王是乔治三世 这个人呢 在历史上不是特别有名 没有维多利亚女王那样的鼎鼎大名 但是他在历史上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英国国王 因为他在位期间呢 英国打赢了一场七年战争 所谓的七年战争啊 是欧洲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战争 英国带着普鲁士等一些国家为一方 法国呢 带着奥地利等国为另一方 双方呢 为了争夺这个世界霸权 在世界上抢夺殖民地 打了一仗 那么战争的时间呢 是从1756年打到了1763年 也就是中国的乾隆21年到乾隆28年 一点呢 从欧洲大陆一直打到了北美 打到了中南美 甚至是印度和菲律宾 所以战况非常激烈 因此后来这个英国的首相丘吉尔曾经说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应该就是这次七年战争 那么战争的结果呢 英国取胜了 从此之后呢 英国就成了新一代的海上霸主 成了日不落帝国 也就是说 这场战争之后 英国已经是世界上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 那么世界军事第一强国 给乾隆来过生日 为什么乾隆就认为 人家是称臣纳贡来呢 这就要说到 在中国古代传统中央王朝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呢 基本上都是一种朝贡体系 就是说中国呢 自认为居天地之中 是文明之邦 是天朝上国 周围呢 都是蛮蚁 那么在今天看来 这种外交观念呢 当然是错误的 主观的 是吧 但是在当时呢 却是天经地义的 所以包括大清王朝在内的传统王朝啊 没有平等外交的这个观念 在古代呢 认为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呢 是军臣关系 是礼法关系 所以呢 当时没有外交部这样的机构 对外事务基本上是由礼部来进行管理 那么只要你到我中国来 跟我发生这个正式的往来 我就认为你呢 是前来朝贡 你呢 就是我的蜀国 所以清代的蜀国呀 我们看他的名单 不光是有朝鲜 有琉球 这样的传统的蜀国 还有一些欧洲国家的名 你比如俄罗斯 很早就开始跟清朝打交道 所以呢 清朝把它列为西北陆地蜀国 那么那些由海陆而来 跟清朝打交道的国家呢 你像什么荷兰 西班牙 像什么意大利 当时呢 叫罗马教皇厅 被清朝呢 列为海上蜀国 当然这些国家 他们自己呀 可能不知道 已经被清朝 列为蜀国名单 那么历代 中原王朝 都非常重视蜀国的数量 因为万邦来朝 四夷宾服 是一个国家 统治成功的重要标志 所以乾隆皇帝 引以为自豪的 诸多数字当中 有一个就是 乾隆朝的蜀国数量啊 达到二十多个 如今呢 又有一个英基立国 前来进攻 蜀国名单上 又要增加一个新的名字 这个呢 当然是一件大喜事 不过高兴过后 乾隆的心中啊 还有一个疑问 这个英基立国 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它离中国有多远 以前怎么没听说过呢 于是乾隆呢 让人搬来 他们最新修订的世界地图 查了半天 也没找到英基立三个字 行楼说 那把那个宫中的传教士叫来 我问问他们知不知道 一问 哎 传教士呢 果然还真知道 传教士们说呀 英基立国呢 在西洋之北 在天朝之西北 跟那个法兰西国 跟荣法教皇厅呢 大致是同一个方向 而且这个国家呢 特别善于制造机械 宫中的这些自鸣钟什么呢 大部分呢 都是那生产 一听这个呢 乾隆就更高兴了 因为他从小啊 就特别喜欢自鸣钟 这类的这个西洋玩意儿 那么听到这儿 有的观众朋友可能要问了 乾隆皇帝居然不知道 有英基立这个国家 是因为以前英国 从来没有跟中国打过交道吗 那倒不是 事实上在此之前呢 英国跟中国 已经做了将近200年的生意 而且到了乾隆朝 英国更是成为中国的 第一大外贸伙伴国 有一本书 曾经提供了这样一个数据 18世纪末 英国对中国的贸易输入值 已占西方国家总值的90%左右 输出值得占70%以上 英国早已是中国第一大外贸出口国 也是第一大外贸进口国 也就是说 在乾隆朝 中国出口到欧洲的东西呢 70%是被英国买去了 从欧洲进口的东西 90%是来自英国 那么为什么乾隆 居然就没有听说过英国这个名字呢 这个是因为啊 英国跟中国开始贸易呢 最早是发生的明朝末 那个时候呢 明朝人对欧洲的概念不太清楚 他们只知道欧洲有一个叫荷兰的国家 那么明朝民间呢 管这个荷兰人呢 叫红毛帆 等这个英国人来了 一看英国人呢 也是红头发蓝眼睛 是吧 所以也管英国人叫红毛帆 认为他们呢 是荷兰人 到了清朝呢 这种叫法呢 就延续下来 后来大兴王朝出了一本书 叫黄青直贡图卷 其中呢 描绘了他们心目中 英吉利人的形象 就是这个样子 因此呢 乾隆 以前呢 不知道有英吉利 这样一个名字 那么为什么跟中国做了200年的生意 以前 英国没想到向中国派出使节 到了乾隆晚年 他们想派人来了呢 因为这个时候的英国呀 已经不再是200年前 那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躲在荷兰后面的一个小国了 现在的英国已经打败了荷兰 打败了西班牙 葡萄牙 法国这样的海上强国 成为新一代的海上霸主 他们自认为呢 是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 有底气 来跟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 握握手 聊聊天 事实上在这次出使之前呢 有一位英国的将军 也就是在七年战争当中 率领英军打败了法军 夺取了大部分印度的 这个克莱夫将军 曾经向英政府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建议 那就是咱们干脆 趁着这个七年战争的胜利 对吧 夺取了印度的这样大好时机呢 咱们干脆从印度大举挥师北上 一举呢 把中国给灭了就算 幸好当时这个英国首相啊 叫老皮特 这个人呢 比较谨慎 他说 中国呢 是亚洲第一强国 所以呢 我们还是先派人到中国 跟他聊聊天 了解了解他的底细 再做下一步决定 所以呢 他们向中国派出了示针 为什么大受欢迎的英国商品 偏偏在大清帝国达不开销路 为什么英国人觉得在大清帝国受尽了委屈 成败论乾隆下步 来寇门的英国人 公元1792年 也就是乾隆57年的秋天 英国使团马甲尔尼等一行人 奉英王之命触发了 这是西欧各国首次向大清帝国派出正式使节 为了给东方伟大的君主乾隆皇帝留下深刻的印象 马甲尔尼特已将当时英国第一流的军舰 安装了64门火炮的战舰狮子号 作为大使的作舰 同时随行的还有一艘巨大的三围船 印度斯坦号和一艘小型护卫舰豺狼号 那么如此大费周章的刻意安排 英国人此行难道仅仅是给乾隆帝贺寿吗 他们的真正目的又是什么呢 那么派人到中国来谈什么呢 谈扩大贸易关系 那个时候的英国急迫的希望和中国扩大贸易量 为什么呢 因为在那之前一百年是英国经济发展极为迅速的一百年 从1698年到1775年 在这段时间当中 英国的出口量增长了600% 进口量也增长了500% 特别是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之后 英国的这个纺织品 钢铁制品 工业制成品 质量呢迅速提高 所以英国商品呢 行销全世界 到哪儿都受欢迎 但是英国的这些东西到中国呀 就卖不动 除了大京皇室会买一些自明中之外呢 别的东西啊 基本上都卖不动 所以当时呢 英国来到广州的这个商船 船上10%的地方 堆着一些商品 剩下90%的地方堆的都是银两 他们要用现银来买中国的茶叶 所以中英贸易呀是非常不平衡 那么为什么在全球其他地方都大受欢迎的英国工业品 到中国打不开销路呢 英国人认为主要是中国的这个外贸体制啊 给英国商人太多束缚 那么当时清政府给英国商人哪些束缚呢 大概呀 有以下三个方 第一方面 是生活方面的 这个不方便 清代呢 实行一口通商 就是只允许广州这一个地方 对外经营贸易 而且在广州呢 只有每年的五月到十月这个期间 外商呢 才允许在广州经营 其他时间 他们必须回国 或者说到澳门 而且在广州期间 他们只能一个人住 不许他们带家去 在广州呢 他们还不能住到广州城里 他们只能住在广州城外 一条叫十三行街的这样一个街道里 这条街道呢 两边都有中国人把守 不让他们随意出入 每个月只有初八 十八 二十八这三天 清政府出面组织 让他们到外面呢 参观学习一次 其他时间就得在这条街里待 而且外出的时候呢 这些外商啊 不能坐教 只能步行 而且当时啊 严禁外商跟清朝人交往 清朝人要是敢于教授 外商读书 那呢 就是死罪 所以乾隆二十四年呢 曾经有一个英国商人叫红仁辉 他呢 胆大妄为 不听清政府的这个命令 自己啊 偷偷跑到宁波去采购商品 那么呢 后来梁光总督李世尧呢 就把他给抓住了 抓起来一审 发现这个英国人呢 不光是会说汉语 而且呢 还识得汉字 李世尧是大吃一惊 把这个呢 当做一个大案要案来进行处理 最后呢 审问出来 说是一个叫刘亚扁的中国人 教他读书 于是李世尧以教授 疑人读书等罪名 把这个刘亚扁呢 砍了头 然后把这个红仁辉呢 关了三年 骑满了驱逐出境 所以后来直到嘉庆年间 英国的传教士马里逊 来到广州呢 想找个人教他学汉用 每天晚上要用这个棉被啊 把窗户遮得严严实实 防止这个灯光呢 照射出去 来保护他的中文老师 除了生活方面呢 更大的不方便呢 是外贸体制方面 清代不光是没有这个外交部 而且呢 也没有专门管理对外经贸的这个政府部门 所有的外贸事宜都委托一个建议机构来进行管理 什么叫十三行呢 就是清政府指定的十三家中国商人 哎 外商来到中国 所有的货品都只能卖给这十三家中国商人 那么要采购什么东西 也只能从十三行这儿采购 不管他们提供的东西如何至次架高 也只能从他们这儿买 而且外商在中国的一切事情都由十三行来进行管理和控制 所以后来嘉庆二十一年 广州有一个英国商人呢 觉得这种管理呢 太不合理了 偷偷从这个十三行街潜逃出来 跑到广州城里 想找广州的地方官理论一番 结果地方官呢 根本不听他解释 不由分说 把他抓起来 送交十三行 进行严惩 因此呢 这个十三行呢 就成了一个半官半商的 一个这样不伦不类的机构 除此之外 清朝的这个广州海关也经常对外商敲诈勒索 我们说了 清代的地方政府不屑意跟外商发生关系 但是呢 地方官员却很垂涎于外商带来这些银子 在当时每条外国商船到了广州 想要靠岸的话 都要交给地方官员如下的礼金 官礼银要600两 通室礼银100两 帐梁开仓礼银48两 库房归礼银120两 搞房归礼银112两 单房归礼银24两 船房帐梁归礼银24两 帐梁楼梯银6000 此外又有归银1两 以上呢 是一些大数 此外呀 零零散散 还有很多小的这个支出 那么清代的海关 为什么敢于如此明目张胆的勒索外商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个外商啊 他反映什么事情啊 不能找地方政府 也不能找中央政府 只能通过13行 这个实际上就取消了他们反映问题的权力 因此在清代广州海关的这些官员的眼睛当中啊 这些外商就像一个一个带带的肥羊一样 牛论怎么样痛哉他们 他们都无法发出声音 一部历史十九载编程的用人识人宝典 刘邦项羽在用人上具有怎样的高下之盼 商鞅这位帮助秦国强大的人才 为什么却给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 司马光言中的用人识人秘诀 究竟具有怎样的现实启迪 复旦大学江鹏副教授精彩品读资质通鉴 百家讲坛尽其播出 敬请关注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使团团长马加尔尼的另一个秘密任务是什么呢 为了达到初始目的 英国人都做了哪些精心的准备 成败论乾隆下步 来寇门的英国人 公元1606年 荷兰人首次将中国的茶叶输往欧洲 在此后一百余年间 欧洲人并没有对这种新饮料产生多大的兴趣 后来经过英国商人的大力推介 中国茶叶才成为欧洲人的新宠 到乾隆朝 茶叶已经成为欧洲人参桌上必不可少的物品 所以即便是在大清帝国所受的待遇如此苛刻 英国商人们还是义无反顾的前来 主要就是因为茶叶贸易中的巨大利盾 那么对于大清帝国 他又为什么对外国商人管制的如此之言呢 那么说到这儿 有的观众朋友可能比较奇怪 清政府为什么把外商管成这样 这里头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方面是清商的观念所致 中国古代认为 市 农 工 商 是吧 商人是四民之末 那么宜人又是人类之末 所以跟这些人打交道 失了天朝上国的体面 所以地方政府不跟他打交道 第二个原因 也是更根本的原因 是清代的外贸体制 它不是为了发展经济 而是为了政治目的 清代认为 这个开展对外贸易 是皇帝的施恩于蛮夷 当时人的传统观念呢 认为中国呀 地大物博 无所不有 本来不需要开展对外贸易 我们对外贸易 无非是买两个自明中 是吧 买点这个奢侈品 这些东西呢 可有可无 但是洋人呢 宜人呢 却离不开中外贸易 为什么呢 清朝人说 说外仪不可一日而缺者 乃中国之大黄茶叶 就是说 这些宜人呢 常天吃这个牛羊肉 特别腥 特别山 他们需要中国的这个大黄茶叶 这些东西来解密 要是一天不用中国的这些东西 他们就活不了 所以呢 我们恩准对外贸易啊 实际上主要啊 是考虑到他们的利益 因此呢 外贸呢 是笼络外衣 让他们不起来闹事的一个手段而已 因此清政府一方面 开展对外贸易 另外一方面呢 又严华仪之防 把这个外贸啊 控制在一定的规模之内 防止他们给清朝的这个铁打的江山 添任何的麻烦 那么这种保守的对外观念 和当时呢 英国蒸蒸日上的国事 想打开世界市场的这种要求呢 就产生矛盾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英国向中国派出了使团 英国人认为啊 乾隆皇帝呢 应该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因为他们听说啊 乾隆皇帝是东方最伟大的君主 乾隆呢 很有可能是受了广州海关官员的欺骗 所以呢 他听认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一直存在 如果他们把一切事实都向乾隆 这个全盘托出 乾隆呢 很有可能就会命令地方呢 改革这种外贸体制 所以英国使臣访华的目的呢 第一个是要和中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 第二个呢 是要求清政府改革外贸体制 除此之外呢 第三条呢 他们呢 希望乾隆皇帝能够呢 开放一些更多的对外口岸来进行贸易 比如开放天津 开放珠山 开放宁波 这样呢 对外贸易呢 就会更加方便 除此之外 如果说以上三条都能够顺利达到的话呢 英国人呢 还打算死鼻子上脸 提出一个更过分的要求 他们想要求乾隆皇帝 像当初明朝把这个澳门 嘻里糊涂给了葡萄牙人一样呢 也给他们英国人一个小岛 让他们堆放货物 让他们永久居住 当然除了以上的诸多任务之外 还有一个逆而不宣的任务 什么任务呢 在不引起中国人怀疑的条件下 使团应该什么都看看 并且对中国的实力做出准确的估计 就是要调查一下中国的国力 那么英国的这次出使能否达到上述目的呢 英国人认为啊 要想达到这些目的 他们呢 要做精心的准备 因为长期的跟中国人打交道 所以他们呢 对这个清政府的那种高高在上的傲慢心态 比较了解 他们认为如果是我们摆着这个外交谈判的架势 前往中国很有可能被拒之门外 所以呢 他们找了一个很好的借口 什么借口呢 给乾隆呢祝贺生日 哎 我万里迢迢去给你拜寿 你总不能把我挡在门外吧 那么既然要祝寿 就要带上寿礼 为了准备这些礼品 英国人呢 确实是煞费苦心 动足了脑筋 英国人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 他们发现呢 乾隆皇帝呢 对西洋出产的这些机器产品 非常感兴趣 我们通常呢 有一个误解 就是清代闭关锁国 因此呢 清朝皇帝啊 跟外界的事物呢 很少有接触 事实上并非如此 虽然闭关锁国 但是清朝皇室啊 对西方的那些奢侈品 一直是很感兴趣 所以当时伦敦或者巴黎流行什么东西 不久呢 就会随着商传传到中国 你比如雍正皇帝 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工作狂 成天没日没夜的工作 实际上 这个人在业余时间呢 也是一个相当摩登的玩家 现在故宫当中啊 还保留着好多他呢 穿西服戴假发的那种画像 乾隆皇帝受这种放弃的影响 从小啊 就特别喜欢那种肚子里面 有很多机关消消的西洋玩具 他继位之后呢 有一个西洋传教士叫西成元 给他研制了一个自行狮子 这个狮子呢 跟真的狮子体量差不多 肚子里面呢 藏着很多这个机关齿轮 你要是上读发条之后呢 他能够步行一百米之遥 乾隆啊 非常喜欢这个东西 没事呢 就把这个狮子拉出来溜溜 所以通过以上的这些信息 英国人判断 乾隆应该是一个 对西方的科学技术 对西方的工业产品 特别感兴趣的人 那这个正是英国的强项啊 对吧 虽然以前天主教的传教士 向清朝的皇室 展示了一些西方的科学技术 但是那都是一百年前的东西 早已经过时了 所以呢 英国人说 传教士 未能把我们最现代的机器 展示给中国人 把我们最新的发明 比如蒸汽机 棉纺机 梳理机 织布机 介绍给中国人 准会让这个好奇而灵取的民族高兴 所以英国人呢 要选择一些最新的技术和产品 准备让乾隆大吃一惊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万数元的帐篷里 马甲尔尼怎么会者的乾隆帝 龙颜不悦 那些千条万选的礼物 为什么在六十多年后 又运回了英国伦敦 成败论乾隆下部 英国人的礼物 一手将大清王朝 推向了盛世之巅的乾隆帝 可以说是古代史上 最有品味和最会享受的皇帝之一 他不但食不宴金快不宴稀 就连他的餐具 也是历代皇帝中最讲究的 他还是古往近来 最富有的收藏家和鉴赏家 诸多古画古帖的极品 都盖有他的鉴赏印章 和写有他的提拔 那么飘洋过海而来的 马甲尔尼使团 为挑剔的乾隆帝 都精心准备了 哪些特殊的礼物呢 在礼品单的开头啊 英国人说了这样一段话 他们说 如果赠送一些 只能满足衣食好奇心的 时髦小玩意儿 那是有失礼貌的 因此呢 英王陛下决定挑选一些 能显示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 并且能给皇帝陛下的 崇高思想 以新启迪的物品 那么英国人带了些什么好东西呢 第一件呢 是一个太阳系的模型 又叫天体运行仪 在这个仪器当中呢 展示了行星围绕太阳运转的 这个情景 我们能看到 带着四颗卫星 围绕太阳运行的木星 以及带着光圈和卫星 绕行太阳的土星 它还精确的模仿了地球 围绕太阳的轨道 以及这个月球围绕地球运转的轨道 所以呢 它能够推算出一千年内 所有的日时的发生 所以这个呢 应该说代表了当时欧洲啊 这个天文学和机械制造业的最高水平 英国人对这个东西非常自豪 认为它呢 一定能够引起乾隆的注意 第二件东西呢 叫赫斯瑟尔望远镜 什么叫赫斯瑟尔望远镜呢 1668年 英国著名的科学家牛顿 发明了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实用的反射式望远镜 那么后来呢 到18世纪 另一个科学家叫赫斯瑟尔 对这个望远镜加以重大改进 而且赫斯瑟尔用这个望远镜 在人类历史上 发现了一个新的行星 就是天王星 在那之后 他又用这改造的望远镜呢 证实了银河系的存在 所以他的发现呢 当时轰动了整个欧洲 欧洲各国的王室都跑到伦敦 来参观这个望远镜 因此呢 英国人也给乾隆 戴了两个这样的望远镜 除此之外 英国人戴的另一个大件呢 是一个很大的地球仪 英国人不光是在这个地球仪上 画上了天下万国的这个地图 而且呢 还特别在其中啊 标注了英国在全球各地的殖民地 画出了英国的军舰 在地球上的这些航线 那意图呢 当然不言自明 就是证明英国的军事实力 那么跟这个地球仪相配合的呢 英国国王还送给乾隆啊 一个英国军舰的模型 礼品丹中呢 是这样说 欧洲其他国家都承认 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国家 因此英王陛下呢 本想在给皇帝陛下前驶的时候 派遣几艘最大的船只 以示惊议 但是鉴于黄海里头有暗礁 而且呢 欧洲的海海家又根本不熟悉这段航路 英王陛下不得已派遣了一些较小的船只 所以英王陛下赠送给皇帝陛下 英国最大的装备有最大口径火炮 110门的军主 战舰的模型 那么送这个模型 当然是想展示英国海军的实力 那么除了这些大件之外呢 英国人呢 还送给乾隆一些比较现代武器装备 其中有迫击炮 有榴弹炮 有卡冰枪 有步枪 有连发手枪 英国想通过这种方式展示英国在武器制造业上 绝对领先优势 英国人相信 他们最新的这些科技产品 一定会让乾隆大开眼界 从此对大英帝国是刮目相看 那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 英国人组织这个使团的规模呀 也是空前的庞大 使团的团长呢 是英王乔治三世的亲戚 马加尔尼勋爵 他是英国最资深的外交家之一 以前呢做过英国驻俄国公使 做过加勒比总督 做过印度的马德拉斯总督 走遍了全世界 那么副使呢 叫乔治斯当中 他们一直是马加尔尼在世界各地的这个副手 除了他们两个人 使团当中还包含着很多英国的学者 画家 音乐家 以及大量的这个工程技术人员 加上水手啊 一共多达七百人 这种规模的使团 英国以前从来没有派过 为了达到目的 英国人呢 甚至还带了一个热气球的驾驶员 也就是说 如果是乾隆皇帝愿意呢 他就可以坐着英国制造的热气球 到天上去转一圈 那样呢 他就会成为东半球第一个升上天空的人 那么带着这些礼品 1792年的9月 马加尔尼使团 就分成三艘战舰 一艘叫印度斯坦号 一艘叫狮子号 一艘叫豺狼号 从英国的普茨茅斯港乘着早朝出发 在出发之前 英国驻广州的这个商业官员 我们刚才说叫百灵 就呢 给乾隆发了一封公文 这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那封禀文 在这个禀文的最后啊 英国呢 还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 马加尔尼 既日扬帆 前往天津 带有进贡贵重物件 那有大量品物 早日到今 什么意思呢 英国人说呀 我们知道你们大兴的规矩呢 外国使臣来到大兴 都要由广州上路 那么如果是从广州登岸的话 一路北上呢 路途太远 都走陆路 我们带着很多贵重的物品 对吧 这么多大件的礼品 一路颠簸呀 怕颠得坏了 所以我们请求 能不能从这个天津登陆 由天津到北京 距离比较近 我们说过 晚年的乾隆呢 沉溺于物质享受 越来越追求享受生活 所以呢 对一些新奇的精巧的奢侈品 是越来越感兴趣 那么英国人的这道禀文 就成功的掉起了他的胃口 于是呢 他回复梁广总督郭世勋 批准了英国人的请求 他说 越其情词 极为恭顺啃之 自应准其所请 以遂其航海像话之长 就是说 英国人的这个禀文啊 口气啊 非常的恭顺 诚恳 那么我们就不妨呢 破一下例 满足英国人 这一片清新像话的热忱之心 马加尔尼一行人 在海上经过十多多月的漫长旅行啊 第二年 也就是1793年7月 终于到达了天津口岸 那么英国使团 在中国受到了什么样的接待 他们带来的这些礼物 是否能够让乾隆皇帝大吃一惊 认识到西方科技发展的最新潮流呢 这些细节 我们下一期待 这些细节